以前常常講一句話 這對夫妻是非常非常不負責任 也非常不道德 你自己的負債 把你的一家五口 通通拖累了進去 啊你自己欠錢壓力大 你不能把壓力 他自己把車子開到一個荒郊野嶺外 應該是已經準備好很久了 如果我判斷的沒錯 極有可能他有 苗栗斯坦香六日精傳一起家庭悲劇 31歲K姓男子和26歲的太太 以及三名不到10歲的孩子 被發現沉屍在自家轎車內至少5天 據悉K姓男子一家人經濟狀況不佳 甚至一度連健保費用都繳不出來 推測可能是因為經濟問題 才導致一家人決定走上絕路 而對此前刑警告人和也受訪分享看法 這個案子是一對夫妻開車載個三個小孩 然後在苗栗的山區 那這一家五口都葬身在車上 那基本上驗屍的話 他初步判斷是沒有他殺的一個 那個意圖還有他殺明顯的一些行為 那唯一的就是可能是先生 據說有負債 那家庭的經濟狀況 好像也沒有特別的好 那裡面的孩子好像最小的才4歲 我是說這個爸爸媽媽 這對夫妻是非常非常不負責任 也非常不道德 你自己的負債 把你的一家五口通通拖累了進去 當然檢察官法醫他們驗試下來 幾種可能 第一個是服食毒藥給這些孩子們吃呢 或者是勒弊 或者是一氧化碳 燒碳 還是說接排氣管 在車子裡面過世 無辜的就是這三個小孩 那你父親在外面貸款 你母親 我們以前常常講一句話 貧賤夫妻百事哀 你自己欠錢壓力大 你不能把壓力幫你的小孩子來陪葬 所以以我個人看起來 這一件案子他自己把車子開到一個荒郊野嶺外 應該是已經準備好很久了 如果我判斷的沒錯 極有可能他有跟地下錢莊借貸 那當然就是受到錢莊的壓力 還是經濟上的壓力 人家說的啦 關關軟過關關過 你錢喔 沒有喔 跟人家協商再賺就有了 不需要把你的孩子 無辜的孩子這麼小 拉著去陪葬 這是一個很不負責任的做法 那當然我們一切還是要等 檢察官跟法醫他的驗室報告 完整的出來 我們才能夠更明確的來做判斷 而辦案經驗豐富的高刑警 也表示這起家庭悲劇 讓他想起了另一起 當年轟動社會的殖民案件 兩者之間也有相似之處 我自己處理的案子是比較小 但是我可以講一件 非常有名的花蓮五子命案 花蓮五子命案 他這一個父親叫劉志勤 這對夫妻啊 他把他的五個孩子啊 通通通殺死 那一開始 警方還以為是一件 強盜殺人案 但是後來發現 這個劉志勤 夫妻也是 外面欠了一屁股債 我們要說 你要娶兒子 你就好好地保養 好好地照顧 你不是把他殺了之後 跟你共赴皇權啊 這些都是一個很不應該的做法 那為什麼後來會發現 是劉志勤 他做的是 他這個親生父親 所做的行為呢 因為劉志勤夫妻突然消失嘛 那過了幾年之後 在花蓮吉安鄉有獵人啊 在山上發現了一堆兩具白骨 那做DNA一比對 就是劉志勤夫妻 所以我說 我常常講 你這一對父母親 你自己要去洗洗的你就去洗洗的 當然是不應該啦 不要親生啦 那你自己過不下去 你為什麼拉著你的五個小孩 跟著你殉葬 就像這一次的 苗栗的 你這對夫妻 錢 真的那麼重要嗎 還是你的孩子的命 重要 國家 因為你們這兩對夫妻 損失了八個以後也許是個人才 所以我覺得 做人父母的 你自己窮 你自己造的孽 你要自己還 而不是把你的家人拖累拖垮 那當然 這是一個很遺憾的事啦 天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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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